前面我們將手舉牌舉起來 舉起來 我們稍微談一下今天的口號請大家通話 法官法職務監督 法官法職務監督 司法院行政院檢討改進 司法院行政院檢討改進 法官法職務監督 法官法職務監督 司法院行政院檢討改進 司法院行政院檢討改進 好,我們再喊一下今天的口號 法官法職務監督 司法院行政院檢討改進 法官法職務監督 司法院行政院檢討改進 好,謝謝我們請大家就座 大家好,今天明天司法改革基金會召開 實務青門誰來監督記者會 首先我們邀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董事長給我宋律師問我們說 你今天記者會的原因 各位記者媒體小姐先生,大家早安 監察院在一個多月前提出 韓河前公審會委員長齒慕欣 在兩天前提出調查報告 我們看了這些調查報告 這些說明非常的難過 法官、檢察官、甚至警官都是指示 施法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包括律師 但是這五個角色,包括法官、檢察官、調查局人員、警官 或者律師都涉入其中 是不是有違反倫理、甚至違法、違紀 這樣的一個情形讓人難過 尤其是法官、檢察官掌握高權 他應該要治律、應該要長官 就是有職務監督的院長、檢察長 應該要做職務監督 那麼法官、檢察官要求 法官要求司法獨立 檢察官要求偵查的外部獨立都是對的 但是不可以假借司法的獨立 外部的偵查的獨立性 不受甘蔗而也不要被監督 所以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慈牧親們誰來監督 那麼我們今天等一下黃醫師會說明 我們民間施改會對法官、法的職務監督 有一些條文 我們要說的是身為法官、檢察官 或者司法院法務部也許不希望 外部的評鑑委員會來評鑑 或者監察院來彈劾 如果我今天是長官 我負責這個角色我也是希望自己來處理 但是你要處理好自律 或者是職務監督要好的加強 3月27號今年的3月27號 我們有一個聯盟去拜會蔡文總統 蔡文總統其實主動提起這件事情 他說施法改革法案做的再多 如果這些違法亂記的案件 你不自己也好好處理 讓他長大了、爆了以後 或外部爆了以後 你再怎麼努力 人家都認為你施法改革是假的 那天他其實真的有點嚴肅 有點兇悍 但是他講的是對的 蔡文總統講的是對的 因為施法的這個部分 應該要好自己來職務監督 但是諷刺跟遺憾的是什麼 工程會委員長在做什麼 指示所有的包括法官、檢察官、所有公務員 違法不當的行政責任的審理 他本身實在指示這個 他等於是首詠最後要決定 這個公務員包括保安檢察官 有沒有違法失職 有沒有行政責任 他自己本身還要被奸殘彈劾 那這到底是什麼 我要講的是今天整個施法 法官法裡面的規定 各個地方法院的法官 各個地院的檢察署、檢察長 都有職務監督 他不可以不當干涉個案 但是如果他有一些行為不當 有些事後來看品質有問題 都應該在來糾正、勸喻 甚至在教育訓練都需要的 那如果是操水問題也應該要 該處理要處理 這是他的職責 但是你想各個地方法院的院長、檢察長 依照法官法就有這個職責 也有這個職權 有在做嗎 有在做嗎 那跟遺憾跟諷刺的 整個台灣的三個最 所謂相當於最高法院是什麼 一個是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跟工程會 這三個就是所謂最 我們有三個最高 工程會委員長就是什麼金 我們今天調查報告 我們看到檢察院調查報告 有一個叫林齊虎 曾經當過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也是三高之一 最高法院院長 鄭玉山也因為有事情 自己也自己知道 這是什麼 最近司法院聽說要推一個法官很正 這樣的節目 我不曉得我聽說的 我沒有去看 我知道還沒上 我必須說 有些法官真的很正 有些檢察官真的很好 但是這樣的案件 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不要沒有好好處理 那些戰戰進進 進進夜夜的這些法官檢察官 人命的感覺是什麼 喔 你是這樣笑的嗎 你是這樣處理的嗎 我想如果大家看到那些調查報告 看了如果你有機會 現在其實它是已經有公開了 重點都有公開 全貌有大概幾百兩三百頁 如果你真的好好看 重點大概有一百七十幾頁 如果真的看過 你會覺得說 喔 是這樣 是怎樣 這些最高法院的庭長法官 有的已經案件在進行當中 也可以跟他們吃飯 買股票打球 那有些誤覽他可能 不是正好在勝利案件 他可以多次跟他們吃飯打球 尤其今天採用前天 我以後再看一次 他的報告影 我不曉得大家記者有沒有那個報告影 你報告影好好看 他有兩次的購買股票的匯款單 兩次我想我再打 我現在可以馬上看出來 那個匯款單 好像這個比較慢 我就不要打 那個匯款單 你看你之前才能公佈的 那個匯款單有五個人 那個五個人要匯到那個宜安 有沒有記錯 那個叫宜安 一不是一 Anyway 不是 好像是一個公司的名字 那個公司名字是該章 五個人不同的人 所有的筆記都相同 而且要匯給那個公司 既然是用該章的 你我如果要買股票 你會買那個公司的股票 你有那個公司的章嗎 所有筆記都一樣都同一天 所以這五個人 這都是法官檢察官 買這股票有付錢嗎 到底有沒有付錢 真的有付錢嗎 我們實在很懷疑 那 既然兩次 兩個不同的日期都是這樣 所以在這裡我要講 要往下講幾件事 第一個是這個案件 是因為特徵組 查史木欽的案件 後來那個刑事沒有過程 或者因為什麼原因 他沒有講 就簽解 然後他們就 偷地檢署簽解 然後再報到最高檢察署 然後送給司法院 說是不是有行政責任 那司法院呢 在送繞簽查案去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要講 聽說人審會是一半對一半 這麼要緊的案件 司法身為司法人審 司法院的人審會 一半的人是官官相互 他正好同票 那許中院長說要送 那至少許院長還堅持這件事情 那這樣才送出來 雖然司法院送出來應該意義肯定 但是我要說的是司法院竟然怎麼講 說只送他 只送他 其他的就沒送 今天財政報告裡面 法官超過五次吃飯的就一堆了 昨天的自由時報裡面就有一些法官 這些人有沒有違反法官倫理 有待茶 但是司法院竟然的新聞稿的回應說什麼 說是因為時效 到底你在講什麼 這麼嚴重的司法違法亂禁的案件 你不需要跟人民交代嗎 這裡面如果法官只是一死 也許他不太對 但是不嚴重你也應該給他澄清對不對 如果一死只是同事邀請去吃飯 只吃一次 後來他知道這是廠商 那我就不去了 這個情有可言 我也覺得不應可責 但是如果一而再而三 而這個翁茂忠先生 還有八個案件 有八個案件 有些案件還上報紙 這樣還一起去吃飯 這樣的情況司法院請問職務監督有時效嗎 再問一次司法院職務監督有時效嗎 監察安說彈劾沒有時效 是要懲戒有時效 而且懲戒的時效他規定得很清楚 他規定是比較輕的五年 在中間的一個休職是十年 最重的什麼時效都沒有 你都還沒有調查哪來時效 縱使沒有辦法行政處分 也應該跟人民交代 我要說這一次調查報告 他公開之後 很多的法官檢官在裡面 甚至綠也是在裡面 但是我相信有些律師法官檢察官 他不應該被課署 他不應該被課署 但是要查清楚 到底是還是不是 尤其這一次 司法院移送書記的文件 非常的少 地監署送的文件也很少 是監察院 監實要查 我們對監察院也肯定 但是我要說 監察地監署的 地監署的資料 他有兩個他事案 103年106年 兩個他事案 都沒有全部給監察院 他只給 跟石木欽有關的 其他的人有沒有繼續示範 其他的人有沒有繼續買股票 買股票有沒有金流 都沒有給監察院 所以監察院這次的結論 他的意思是說 行政院失法 為什麼講行政院沒有講保護 是因為有包括調查局 有包括警政署 行政院司法院給你兩個月的時間 你如果沒有要查清楚 那我就自己立案調查 石木欽以外的部分 我都要調查 這本來就應該調查 今天司法院怎麼厚這個問題 這種事情發生了以後 你應該趕快調查 職務監督自己處理 自己處理才是正道 人家當然說 好 你既然處理了 我就可能不用處理 人家現在處理了 聽你講這個時間 那個禮拜三的新聞稿 還說 還在講實效實效 當然啦 後面新聞稿是說 他也會去查 我們就拭目以待 我們說要查查什麼 我們要查查什麼 要查第一個 這些法官檢察官或者警政署或者調查局 他要去查 這些秦台生什麼這些人 這些警官 這些人到底有沒有違反相關的倫理違反 公元倫理 檢察官倫理 法官守則等等有沒有違反 那有沒有行政責任以外 也要問那些正好在承承法官 在承承前後 遞檢處檢察官 前後差三個月 這樣的時間去買股票 付錢了沒 跟真的是沒有關係嗎 真的這裡面有沒有貪讀啊 這裡有沒有涉及貪讀的問題 買股票中間有很多內線消息 有沒有內線交易啊 要不要查 我再講一次 103年106年簽檢到底是不是正確 值得懷疑 我覺得應該要查清楚 這裡面有沒有包庇 都應該值得調查清楚 要給全民一個交代 我們在這裡也要講 在調查報告裡面 也有提到律師 為什麼提到律師 他提到律師有大概五個左右 我忘記是不是幾個 這樣五個左右 多次跟法官葉敏施喚 那當然當事人也在 他正好是那個案件的律師 那麼到底是當事人案件的律師 代理人或者辯護人 可不可以跟 不已經正好成省 但是可以跟法官這樣討論案情嗎 可以還是不可以 那這裡有沒有違反律師倫理 全律會在籌備當中 應該要好好的查清楚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呼籲要好好的調查 那麼我們也呼籲這個部分 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那個案件我看的實在是很難過 如果當時那個案件 他們的公司有1000萬的美金的本票還是支票 那麼 竟然用說他們的戶總是偽造 然後 讓他是確認債權不存在 3億的台幣的錢 確認債權不存在 那個自首其實是有親戚關係 跟那個歐茂風的關係 這樣的情況 我想在座也有幾位律師在場 一個案件自首 然後從起訴到判刑四個月 這樣到底是一個配合 還是真的是很有效力的施法 而這件事情又導致了 他又告了那個禁胎生 他們又移送了那個 當時候華國華里銀行的經理 年輕三幾歲 然後說他偽造有一架證券 然後二審判有罪 然後三審中間就死掉 然後不受理 這中間到底有沒有冤錯案 到底有沒有誣陷人家 這裡面都應該要調查 都應該要調查 所以在這裡我們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這整個案件是一個造妖境 我們要問的是說 整個司法人士 為什麼這些人 為什麼這些人可以 當到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院長 當到工程會委員長 當到檢察長 檢察委員 方萬部是當時候 他人第一天室的檢察長 然後他又當檢察委員 雖然他又迴避 到底前面彈劾沒有過 有沒有私下應做 檢察院你們自己也要查一下 我們在這裡呼籲的 不只是司法院法務部 警政署調查局前立議會 我也要呼籲檢察院 也要查一下前面 那個彈劾沒有過 到底方萬部 有沒有做不當的優惠 這樣的行為也應該一譴責 如果有的話 這些買賣股票 到底有沒有聲報 他們都用兒子 女兒或者是太太的名義 那麼最後我們呼籲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司法院 或者保護部 要好好加強職務監督 用白話說換句白話講 就是你自己要處理 自律自我監督 做好一點 不要一個小小的事情 養了二十年 你知道我史木欽是二十年耶 民國八十六年到一百零六年耶 沒人管耶 他平常在管管耶 這個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這裡面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植物監督等下法律之後 最後我講一件事情 我在這裡要呼籲 這些基層法官檢察官有很多好的 資深的也有很多好的 法官協會我要呼籲 法官協會檢察官協會 建清簡改簡改會都應該站出來 然後來談一談 像這樣的話怎麼樣能夠 把這些案件釐清清楚 而且要廣告未來 這些團體 不要講到自己的權利的時候 講得很大聲 對這種影響好的法官協會檢察官的這種案件 正應該站出來 司法院要跟社會對話 這件事情是最好對話的機會 好好的面對才是好好的對話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這幾點的呼籲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面對這個案件 我們也希望全民監督這個司法 每次講到司法有貪賭 法官都跳出來 哪有貪賭 請問告訴我這是貪賭還是不是貪賭 這樣的操守是不是有問題 當然我不知道多少趴 但是司法真的是這麼青年嗎 既然不是 大家就好好面對 我的說明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邀請 今天司改會談或董事 黃旭成律師為大家說明 我想法官的講憂太列 特別是淘汰不是法官 或者我們所謂的監督 基本上有外部監督跟內部監督 那麼就外部監督來講 當然我們知道法官法實施之後 有所謂的評見 那麼我們司改會多次談到說 事實上評見的效益不足 那麼案件量其實是不多的 當然這裡面也牽涉到人民 到底可不可以直接向政府要求評見 司法院也在去年的法官法修法 把人民可以直接向法院提出要求評見 但是很遺憾就是說 在把全面評見落實的同時刻 司法院說因為已經有全面人民都可以評見了 所以他們廢掉了這個全面評和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因為全面評和也對外公開 這個制度實施了幾年 也就是說司改會長期主張的全面評見 是法平會要去全面評見所有的法官 我們的主張是這樣 但這個主張從來沒有被實現過 因為可能司法院覺得 不需要對所有法官做評見 那司法院現在給的所謂全面評見呢 是說所有人民都可以向司法院請求評見 那並不是對所有法官都做評見 那我們人民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所有法官表現怎麼樣呢 那麼在過去過去在去年修法之前 在修法之前我們有一個全面評和 這是法院內部的機制 但是很遺憾的是全面評和做到現在 司法院從來沒有向人民報告做的效果如何 這個評和有沒有淘汰了什麼樣的不市任法官 我們都看不到這個結果 然後在看不到結果情況之下 司法院說因為人民都可以直接來請求評見了 所以前面評和也不要了 換句話講司法院把自己已經功能不知道好不好 都還不知道這個制度也拿掉了 所以到底我們怎麼去看所有的 所有法官的表現 這個在外部監督上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那就算回到內部監督 事實上剛剛我們看到這些案子 103年 105年都有不起訴處分 不起訴處分只是可能說他不構成犯罪 但是有沒有不適當的行為 這個應該是可以了解的 如果這些事情通通見得光 什麼都沒問題 今天不會變成宣言大波 換句話講外部的監督是一件事 我們看到現在法官法是改變之後 可能會有比較多的評見案件 我們拭目以待 但是司法院或是法務部 自己的內部職務監督到底做到哪裡 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那我們民間市長會在過去以來 我們對於所謂的內部的自我監督 我們其實有很多修法的主張 那如果各位所謂 有我們過去的修法意見的時候 我們也特別強調說 這樣職務監督也不是只有對於法官檢察官 也應該要對於院長檢察長這些首長要有所要求 對這些首長的要求 也不是說到達不適任再把它換掉 而是我們現在要談第一個 什麼樣才是適合做法官檢察官的 我們是不是要有些要求 具有這樣的一個能力的人 我們才贊成當然來當法官檢察官 當檢察長跟院長 這是一件事 那如果他做得不好他就要離開 那我們說那什麼樣叫做得不好 司法院的文字都是 綜合考評就過去了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 如果你對屬下的職務監督不忠 你屬下的人一直出問題 你這個院長這個檢察長 從來都沒有發現 那你應不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所以對於首長的苛責 我認為是未來司法院的保護部 都應該認真去考量的 不是說今天表現得好就把它升官 身上一直都做到退休 不是這樣的 應該告訴我 你憑什麼當這個院長 憑什麼當這個檢察長 如果你下面的人被彈劾 被移送評鑑 那事前你都渾然不絕 你應不應該去職位這個負責 這是我們要談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說 過去以來司法院都說 我們有人審慰 我們做職務監督 那職務監督到底做了多少 做了什麼 我認為司法院應該跟社會交代 即使你認為某些案件 可能情節輕微 不要傷害人家的名譽 那你可以把名字遮蔽 你告訴我你做了多少件 而這些人做了什麼事 不要一直告訴我們說 你們覺得人民每次的民意調查 對司法滿意度都不高 它都是誤會 其實法官都是很好的 法官當然有非常多很好的 那你也要告訴我不好長什麼樣子 你自己認為不好長什麼樣子 所以你的人審會把這個案件 拿出來跟大家報告 發生了什麼事 那對於這個職務監督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對於這個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說職務上的怠惰 或職務上不大 可是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不是應該在職務監督 也就是現在法官法21條 是不是應該加入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我想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 我們來看一下法官倫理規範 有什麼樣的內容 就以這一次的監察院案子裡面 我們隨便看都好幾個條文 很顯然跟法官倫理規範有關的 法官倫理規範第八條說 法官收受跟職務上沒有利害關係 這是沒有利害關係的 任何合乎政章禮 社交禮書的匯證或其他利益 都還不能損及這個法官倫理 或者是獨立公正連結 職務無關的都不能隨便收受利益 這個案子裡面 絕對是跟職務有關的 你都收受 這有沒有違反法官倫理 這是第八條 就是你獲得利益 剛剛我看媒體報道 這些法官都說 這是單純的投資 這種投資也不知道會賺會賠 我不知道哪個老百姓這麼大膽 敢把會賠的股票賣給法官跟假官 那真的應該是找死 如果你覺得會賠你幹嘛要買 你覺得這些法官都做法律很厲害 然後理財都很白癡 買到都賠錢嗎 事實上都賺錢 所以如果你覺得會賺會賠你不要買 所以還是說我們這些法官都忙著賭錢就對了 因為會賺會賠 這個法官理財是這樣理的嗎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很明顯的覺得 他們就是職務上相關 而且是不正當的利益 我相信沒有人會把一定要賠掉的股票 告給法官沒有這種白癡 他以後走不進法院 所以這顯然是承受不當的其他利益 非常清楚 第二個他們常常見面 常常見面我們看法官論理怎麼講 法官倫理 他說法官就承辦的案件 除了以下特殊情況之外 不得僅與一方當事人或關係人溝通會面 你辦這個案子 你跟原告談話 私下談話 不是在法庭上 你要不要跟被告講 被告是誰呢 這些都是刑案 被告就檢察官 原告被告之一 一個檢察官 一個被告 除非有什麼特殊緊迫情況 你基於什麼樣特殊緊迫情況 一定要跟這些人見面 你是法官兼算命的 所以你要幫他算命 你幫他脫免天災人禍 還是你接醫生要跟他講說 他健康有問題了 這些法官在什麼急迫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跟自己案件相關的 這些當事人見面 這個是法官倫理第十五條要求 再來法官倫理二十二條說 法官應該避免跟法官或 這個與司法或司法官 獨立連結正直形象不相容之 引領應酬社交活動 財務往來 你去買跟你案件有關的當事人的股票 這個叫做財務往來 先不要講賺錢賠錢 一個這個案子爆出來 有三個違反法官倫理 隨便說說就有三個 還不知道有沒有更多 因為我們都看不到資料 我想司法院不能講說什麼 實效有過沒過 倫理應該是一輩子的 不能說年輕輕而做錯事 這一輩子當作沒發生 只是說要不要怎麼追究 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司法院要不要譴責 譴責沒有實效吧 如果譴責也有實效 那就道德辱亡 所以這是司法院自己 在101年訂出來的 法官倫理規範 你們可以去看 你們也可以一起來猜明 找看看哪一條 都可以構成哪一個事實 我們大家一起跟司法院說 你訂這個規範 是完真的還是完假的 如果你是完真的 你要不要在職務監督裡面放進去 你要不要情節重大放到你的 移送平靜的室友裡面去 要不要認真來看這些事情 是不是應該被追究 我想我們看這樣的案子 當然是非常痛心 因為這個痛心不只是說 原來司法院高層 或者很多法官朋友 常常在講說 現在都不會有操守的問題了 原來這個說說而已 並不真 但是我們也很難過的是說 因為這樣的事情上 很多真正好的法官講的關係 應該也非常痛苦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來追究 其實是希望繼續做好法官檢察官人 得到社會應該有尊重 但是如果輕輕放過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你們都大同小異 我覺得這對他們是更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今天追究這些事情 應該是用來讓那些 所謂好的法官好的檢察官 得到應有的尊重 那自然就要找出 所謂不好的法官檢察官 應該受到怎樣的懲處 或者追究或者被譴責 該做的一定要去做 那這裡面當然制度面 或者監察院或者是 但是在職務監督上 特別是法官倫理規範 司法院怎麼樣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這次法官把配到裡面的重要規範 怎麼落實怎麼實現 那我想值得社會一起來追蹤注意 謝謝 接下來我們邀請台北律師公會 司法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 教王強律師 為我們提醒 本案的脈絡主要是這個 當初台北地檢署 他發動 依法發動搜索 然後去扣到說 居然去查到說 這個翁信富商 他自己親筆所寫的記事本 一共有27冊 他這個二十幾年來 把他個人的行程 等於是據姓名儀的 這個都記錄在他 27本的記事本裡面 那這個台北地檢署 搜索扣到這個記事本以後 他們查閱這個記事本裡面 就發現說 這個當初 這個歷年來 二十幾年來 原來這個翁信富商 跟這個石木欽法官 居然有上百次 一百四十幾次的一個見面 會面的過程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們也去討論說 這個翁信富商 他所涉及的訴訟案件的 這個一些案情 那 司法官呢 也提供他一些法律的意見 那因此呢 呃 台北地檢署呢 就向司法院做了檢舉 那這個案子呢 就經過司法院 人事審議會的審議 那人審會審議呢 他們做了決議 就是要送這個 這個監察院來做調查 那監察院最後就做了調查以後 發現這個 的確 案證確鑿 卷證確鑿 那就依法決議彈劾 那也在這個調查的過程中呢 發現了 發覺到說 其實還有其他的司法界的高層 其實也是長期 這個 與這個翁信富商有不當的接觸 那這是一個 這個整個案件的一個來龍去脈 那在這裡我們就要問 假設 我們都沒有看到這27冊的記事本 那這樣的案情要怎麼接法 那如果真的 這個27冊的記事本 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那這個案情要怎麼接 這個揭露 那對於法官的監督呢 法官法原來是設有這個司法院的全面平和 還有司法首長的職務監督 那法官的自律 個案評鑑 還有所謂的監察院彈劾後 移送職務法庭審理 這樣多種機制並行 那全面彈劾呢 應該本來是說 本來規定是說 司法院要每三年進行一次 那平和的結果就是要作為這個法官職務評鑑的參考 如果發現呢 法官有為師 那應付個案懲見的話 就要送個案懲見 但是呢 這個全面平和的一個結果呢 從來沒有公開過 那也沒有看到說 法官因為全面平和的這個結果 然後送零件 那這樣一條全面平和的規定呢 在2019年6月的時候 立法院就把它刪除了 那全面平和的機制既然已經遭到刪除的話 那我們要靠的就是外部評鑑 但是外部評鑑呢 受限於說 像這類的案情 這個案情隱晦啊 也不會有人主動揭露 所以說外部評鑑是很難發動 無憂發動 那如果不是看到說 有這樣的記事本被查出來的話 其實這個案子根本不會被發掘啊 那 那 這個全面平和現在沒有了嘛 外部評鑑也沒有什麼 也無憂發動的話 那現在能夠靠的就是靠法院內部的 司法機關內部的首長的職務監督 還有法官的制律 那 這個法院的院長呢 應該是對於他的這個法院 該法院的法官呢 是有一個監督的責任 他應該主動去發現 這個法院內法官 他適不適任 如果不適任的話 如果發現有不適任的情節 他要依職權發命令 觸及注意 或是加以警告 或是這個情節重大的話 維持情節重大的話 他就要以這個 這個該法院的名義 請求法官評鑑委會 進行個案評鑑 然後這樣才能講優態率 但是 但是我沒有回頭來看我們這個個案 這個個案實在是很特殊 因為 這個翁信富商呢 這個我們現在 現在看到這個監察院調查報告揭露的 這些他在司法界的好朋友 其實都不同凡響 這個像司法官或者是 多名的這個司法界的高層 那本身呢 他們就其實都是已經是 掌握職務監督權的法院 跟地檢署的首長 他裡面其中更有一位 後來這個成為監察院的監察委員 那他成為監察委員 他就有影響彈劾案通過與否的可能 那所以說呢 怎麼樣去所謂的這個匡亂反正 那我想司法院或者是法務部 與這個監察院在這裡都是職務狂貸 職務狂貸 那尤其這個翁信富商與法官的長期交往 如果真的影響到相關的訴訟結果 那在這裡的話我們也希望說司法機關 能夠透過這個再審呢去做一個救濟 那悲觀的來說啦 這個實案是不是 司法官這件案子是不是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制度要如何設計呢 才能讓這些不適任或者是 甚至說所有的不適任的法官都無所遁形 那驅除所謂有前判生無前判死的魔杖 那這個我們要做適當的制度設計 才能夠贏得人民的信賴 以上 我們這一次記者會 我們特別有邀請的這個司法法制委員會 各政黨的立法委員與各政黨 那我們非常感謝時代力量的參數 那江華的立法委員 還有民眾黨的鄉民委員今天來參與 然後我們接下來請他們發言 但是我們很疑憾那其他的政黨 並沒有答應來參加我們 你好 双律師 黃征典律師 焦榮祥律師 賴家運動部員 大家好 還有司改會的朋友 還有美女朋友 大家早 從這一個案子我們可以看到 司法的公信力到底還有沒有 我們明天司改會從陪審 从要求司法公信到现在 我们这一次透过一个二十几本的祭祀本 我们才有机会看到这样子的腐败的情形 我们从刚刚丁永宋律师董事长提到的 竟然在司法院有一半的审审的 这种原审会的这样子的一个 不愿意让这个事情曝光的态度 也是让我们非常的痛心 我个人在民间在NGO甚至进入立法院 我接到非常多的陈情 那我个人也遇到就是在法院 甚至在地检署也看到非常多 让人家不可思议的这个判决 譬如说明明这个地下水管没有开塞 去卫造没有地下水 在环评书在这种祭司 他们没有签证 明显有涉嫌不法的情形 那我们看到检察官也判不起诉 然后在法院的部分呢 像期货的这个案子 连经管会都这个处罚的 违规的这个证券商呢 到了法院呢 竟然法院的判决跟金管会是相对的 竟然是这个 这个陈情人是被败诉 那种种的这种 让人家匪夷所思的涉嫌恐龙判决 恐龙这个不起诉的这种事件 让我们对现在的司法是不是跟金权 已经勾结 司法金权如果败坏造成这样子的司法不公 司法公信力当然无存的情况 会造就我们整个社会的这种贪腐 造成这种政治的败坏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可能有更多的不法的勾结 正在酝酿 更多律师 这个承办的律师跟承审的检察官 跟这个被告或者是不法的涉嫌人 跟法官 他们吃饭 他们餐讯 他们打高尔夫 他们涉嫌买股票 这样的情形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失望 就是这样的司法 总统你看到了吗 你真的要改革吗 所以这个案子呢 我们希望行政院司法院应该自侵 就是要针对摄入翁帽中案件的相关的司法人员 甚至司法单位不健康的风气 我们都要要求进行完整的调查 还要向社会揭露 这样子才能够让国人重拾对司法的信心 接下来我们邀请民众长 三项的民法委员 贺恒发言 好谢谢林董事长 我和黄董事 江的律师 还有我们交好 各位媒体早安 不想昨天跟这几天监察院的谈出报告 不想国人真的是伤透了心 对于司法的信任 司法这个法官检察官甚至警方 在这个里面涉案的层级之高 以及这个案件 这个延续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竟然是我们本来希望废掉的监察院 这个伸张正义 调查报告继续迷移 然后对此案的这个持续的追踪 才能够在这个之前 因为方万富监委阻挠之下 换届之后呢 这个由王美玉委员 还有高永春委员 主折之下呢 让事件水落石出 真相大 虽然对司法界一定会造成伤害 相信也会对很多第一线的这个司法人员 有所这个气 但是我想今天 司感会也好 长期对于这个司法界 各种法制面的建制以及监督呢 是从来不放弃可能性的 所以才会站出来 希望各界重视这样的一个司法的争议 包括如何重建司法风际 如何让国人重建对司法的信任 所以我也很感佩我们民间司感会 能够在第一时间召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同时也提出了相关的修法的方向跟内容 那我从进到立院在司法法自我委员会 其实对于法务部或司法院的咨询跟要求 其实感觉上就是非常难以撼动 一个是在观念上的沟通 基本上他们是层层的自我防御的堡垒非常的坚强 那在这一块上面如果不是像律师 或者是一些法界的这个朋友们 能够在民间发挥重要的第一点 其实在立院我认为司法法制里面 最难去进行这些意见跟修法方向 就是司法院 那就从这次这个参陪审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案件 对我来讲 那如何去改院跟调整未来大家国人对这件事情 能够开始在启动民间参与司法改革的第二阶段 就是不是只有总统当时跟各位的几项决议的这个落实 到现在是延宕会推动 像这样的一个涉及官征 然后要对别人的官征进行这个 惩戒的这个惩戒法庭的这个最高厅长 自己就犯了这样的一个计 还实不承认 还在这个监察院调查的时候呢 蛮恨的去推迟 他凭什么做这个委员长 早就应该对他的职务先行处理 现在是他退休了 但是他当时这些是不是该收回 是不是一定程度要对他的这个职务 还有他现在退休的问题 要开始做一定程度的处理 那这个司法院院长是可以有直选开始来做 一定程度的行政作为 那第二个不能再推误到说 因为这个惩戒时效十年已经超过 所以有些人呢 他们只能用口头上再给他警告这个处理 就没有他办法 那这不是应该要修法吗 谁要来修 你司法院跟你相关法务部 你们自己会修吗 不会所以还是要由民间或者是我们在野党来做处理 所以今天不管是司改会提出来的法官方法 或者是我们知道这个承建 这个相关条例里面的这个失效 我们都会集齐来推进这样的一个修法的工作 但最重要的还是国民两党 特别是执政党 今天的这样的记者会他们不来 就跟我们昨天前天美牛案 这个美朱案 陈部长也不来也不派人来 这不是负责任的执政党该有的态度 特别面对司法 这件事情讲过了 没有政党没有蓝绿的差别 美朱美牛的健康也没有政党没有蓝绿的差别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掌权之后 全面执政之后 一党独大之后 对于你们相信的价值跟要改革的这个地道 却落了起来 却没有要带头示范 这是我非常不解的地方 所以今天以这样的一个个案来讲 除了沉痛之外 当然是要立即的做一定有效的处理方式 所以司法院跟这个法务部 两个月内要清查 为什么要两个月 人家调查的资料继续迷移 你不是应该一周内给国人 整个公布真相大白 难道你没有内部调查 只靠这个监察院谈合的内容吗 那你这样子这几个月来 这近年来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实物侵害 你司法院根本就没有动起来 而且不以为意 这才是现在最糟糕 最这个这个迟返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立院的 这个修法工作上 以及监督上面尽我们的职责 司法院也许蛮不愿意自我改革 法务部我们管得到 内政部我们管得到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跟民间一起努力 好 以上 我们最后再请那个 司法改革会董事长 关公益师 我在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这样的法官 这种不公正 甚至有偏批的法官 实行国民法官法 会有好效果吗 他就值得观察 第二个刚才我要讲的另外两点是 对于过去的这些事情 不只是施木青还有其他的相关的人员 应该要测查清楚 并且存在两个他资案 103年106年他资案 有100多卷宗 并没有全部给监察院 我刚才有稍微提到 刚才因为要找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们才找到 这个是监察院两天前的东西 那么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佳德实业谷问有限公司 那这个佳德实业谷问是这87年10月6号 这有五张 一个是王冲毅检察长的太太汇款 但是你看都写佳德实业 都盖章 全部笔记一样 下面石木青的太太 或者是秦台森 或者是一个警官刘波良 或者是汪万户检察长 这些都是盖章同一个时间 所以这应该要彻查清楚 最后呢 真的期待各党能够帮助 这个法律能够修得更好 防茫未来 尤其是让法院能够耗的支付监督 检察署能够耗的支付监督以上 不知道现场 没你们有任何问题 那问题 董事长先说 针对修 我们希望修法的部分版本 总共条文有多少条 然后接下来是要怎么去推动 比如说会找哪些政党合作 还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的条文不算多 因为跟支付监督有关的条文 大概我们在 今天有户吗 那首顾的资料里面 没有很多条文 那这是法官法有关支付监督的部分 那我们会把这样的版本 去游说所有政党 包括是政党 四个政党都会游说 那希望他们都能够来支持这样的法案 这个是没有政治立场不一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四个政党都会游说 那我们希望这个会期能够 有DWA 这个委员能够体验 是这样的 这样可以吗 好 那这个 如果没有跟东方正好 我们记得会先借着会到这里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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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